李连杰乘以1.2亿的天价片酬拍摄过一部号莱坞大片 但事后却被无数中国观众骂惭 据说,就是从这部电影之后 他开始疾病缠身,厄运连连 看看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李连杰扮演的角色是以秦始环为原型魔改而成的千古遗地 片中称其为龙帝 为了一统天下,他常年遭六国刺客刺杂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统一六国后,他开始追寻缠身之道 休息无息秘书,更是寻得一位世外贤姑 传往他手中的天书能让人缠身不死 果不其然,在一阵玄妙的咒语过后 龙帝只感觉有一股仙气流行于静落之间 但在事成之后,他却过河拆桥,欲杀人灭口 没想到,他的技巧突然开始流出巧克力 原来,道姑所念咒语根本就不是缠身咒,而是诅咒 随即,浓郁的巧克力从龙帝口中喷涌而出 瞬间就覆盖全身,中降丝滑 诅咒还引来天火,炙热的火焰将其固定成型,烤成一个大型手办 不仅如此,他的众多士兵也是一样的症状 道姑就这样带着龙帝的秘密逃出神殿 2000年后,龙帝的目光被一位盗墓贼找到 这个家伙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几天前,他带领了队伍发现了龙帝墓穴 但墓穴里机关聪聪 刚一进去就找到两块剑刺木板的夹击 但这只不过是最基础的机关 老头无意间踩下一块机关板 头顶竖刀石门打开 沙神和阳光洒进墓穴 照耀出眼前的震撼场景 乃是一片兵马俑气势反驳 所有人都未知震惊 却不知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有人无意间踩到机关 如希瞬间喷涌而出 没几秒就被腐蚀撑扎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盘的龙头吐出一个石柱 角落里弹出两排龙头弓弩 无数利剑不停发射 有人被利剑穿心而死 这还没完 一片飞盘急速旋转而来 很快又有人住着 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两人了 他们在兵马俑中心发现一块裸盘 转动一圈后 又有机关启动 地面一分为二让他们掉入密室 龙帝的目光便是出于这里 很快 龙帝目光出土的消息被这人知道 他是龙帝忠诚的后代 欲望复活龙帝延续千古前的千秋大爷 他手中的东西可是暗藏玄机 一滴鲜血落在宝石上 下一秒 宝石上的小金龙纷纷活动起来 露出里面通透晶莹的水晶 水晶层层沾饭 里面包着的是永恒之水 就这一小坡足以让千年的尸体死而复生 随着渗水渗入 这局兵马俑突然裂开 里面伸出一双哭手 骑挂下的战马也双眼变色 事实刚从地狱回归 铁堤塌地生不绝余 紧接着 兵马俑直接包开 时隔两千载 龙帝复苏 一盘闷圈的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疯狂开枪 可龙帝除了被打碎外壳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没过几秒又恢复如初 他驾驶着四骑青铜杖马迅速逃离 几个人也是被弄得狼狈不堪 这个中国女孩的身份很不一般 他知道龙帝下一步会到达香格里拉 寻找永生泉水 不仅自己能获得永生 还能复活他的兵马俑大局 而香格里拉的路口 就在喜马拉雅的三殿之上 这座金塔就是指名道路的关键所在 他们提前来到此处色号拍子 但龙帝生前修行过五行之法 只见他轻轻一握 那地面就凸起无数刀冰刺 吓得他们落魂而逃 无奈之下 女孩只能大声哭哗 有三只雪怪从天而降 这三只雪怪看似凶猛 对着龙帝一顿嘶吼 龙帝不甘示弱 强烈的运波四上开来 就连雪怪也不得不认手 这下再也没谁能阻挡龙帝的脚步 他将那颗唤醒他的宝石 至于金塔之丁 唤现折射所到之处 便是香格里拉的入口 但刚刚激烈的交锋 引发了巨大的雪梦 龙帝见转张开双手 那遮天的雪梦 似乎碰到某种屏障 被龙帝硬生生地挡了下来 女孩趁机从一盘偷袭 龙帝封心抵挡 虽挡下了女孩 但眼前的赤然之力 他再也抵挡不住 漫天的大雪迎面扑来 好在有那三只雪怪 替他们挡下了这致命的天灾 而那龙帝已被生埋在 满满大雪之中 但此仗下来 有人伸受众伤 在女孩的带领之下 他们来到了香格里拉的入口 到这里才发现 那两千年前的道姑 竟真的能长生不老 他们母女一颗正手永生泉水 一个盯着龙帝之墓 已有两千余载 那永生泉水的功效 还真不是盖的 仅几弟就将众伤的兵死之人 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一眼望去 泉水后面竟才有 世外桃源绑落仙境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颗火球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龙帝并没有战胜在血泵之中 他敲碎自己的外壳 朝着永生泉水 一步步走去 这放着光芒的池水 就是传说中的永生泉水 一只木乃伊走了进去 寒纳金床的能量遍布全身 水池里 木乃伊恢复成生前的模样 不仅如此 他还多长出两颗头颅 幻化成了一头三头恶龙 他口碰烈烈 狂暴无比 时间他迅速冲出山洞 张开双视 直冲云胶 飞过万里之后 他降落在自己的墓穴 显露增生 千古一帝 彻底复活 他拔剑怒合 下一秒大地塌陷 地宫的大门一道道打开 成千山王的兵马俑 经巢而出 浩浩荡荡 龙帝要用这个军团 延续千年前的野心 一统天下 与此同时 那道姑对此早有伴辈 他献祭了自己和女儿的 长生不老之力 口中念着古老的咒语 只见墙壁上的骷髅 似乎有了生命 一个个开始躁动不安 随着一阵地洞三摇 一大群丸领大军 被召唤了出来 他们全是龙帝生前 奴役的六国将士和百姓 龙帝见状一声令下 数人之弓箭漫天蔽日 密密麻麻射向 丸领大军 但这些丸领大军 本就是一堆枯骨 普通的物理攻击 对他们而言 根本无效 其中一独臂将军 振臂一呼 这场跨越2000年的战争 再次打响 那无数的丸领大军 和数不清的兵马俑军团 虽不见那血肉横飞 却也见战争之惨烈 那刀谷与龙帝大战 为了戒取龙帝邀前的匕首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为在2000年前 龙帝正是用这把匕首 将他刺伤 张拉而诅咒之力 只有他才能杀死龙帝 另一边 龙帝转眼画出一头蒜泥 横冲直撞 转眼间来到一处洞穴 他想用五行之力 强行将亡灵大军 拖回阴草地 就在这关键时刻 那外国爷俩偷没来到背后 两身枪下打断了龙帝的事发 龙帝在愤怒的咆哮下 再次变身 但他没有注意到 还有一个人残在背后 这爷俩玩的是生动机器 龙帝吃痛 变回了原本的心态 爷俩从种时机 前后夹起 将那把匕首 刺进了龙帝的心脏 就这样 这无比强大的千古遗地 在痛苦的挣扎中 爆僵而完 而伴随着龙帝的魂飞扑伤 他的百万大军 也都成归城 土归土 塑造了一个反派角色 龙帝 因将其魔改黑化 而引得许多中国观众的 强烈不满 还有那龙帝最后幻化的 三头二龙 这明显的西方的龙 并不是东方的龙 对于这些 你们怎么看呢